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时拍摄视频会使用ND滤镜吗 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告诉我 之前的节目中我说过很多次关于ND滤镜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会收到很多的评论 大家对ND滤镜的使用还是有一些模糊 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为什么我拍出来的航拍影片 或者是Vlog影片看起来会有电影感 而自己拍出来的没有 那么这期视频我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同样我会推荐几款滤镜供大家参考一下 那首先请大家把牵到打在屏幕上 首先在说ND滤镜之前我们需要弄懂手动曝光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手动曝光而不推荐自动曝光呢 第一自动曝光会让你的画面忽明忽暗明暗不稳定 例如这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画面 那当无人机从下往上拍画面会从亮变暗 这个是我们后期的时候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也很难在后期去修复 那不管是无人机还是相机就算是手机 如果使用自动曝光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第二自动曝光没有电影感 我们所说的电影感是什么 除了拍摄角度构图颜色之外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叫做动态模糊 这里有两个画面 当我们按下暂停的时候一个画面是清晰的 一个画面是模糊的 那如果大家有认真的观察过电影画面 当你按下暂停键的时候 运动的物体一定是模糊的 而不是清晰的 这就叫做动态模糊 也是我们制作电影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在很多电影后期公司招聘的时候 也会需要应聘者了解什么是动态模糊 那为什么你使用自动曝光会没有动态模糊效果呢 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你的快门速度的设定 一般自动曝光会加快快门速度 从而得到一个正确的曝光效果 但是因为快门速度和曝光是自动的 也就会造成画面的阴晴不定 加上快门速度过快 就算画面暂停下来 你得到的画面也是清晰的 而没有动态模糊效果 那么连贯起来看 整个物体的运动过程 就会是闪烁和卡顿的 没有流畅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电影感 这里有个公式 我也在之前的很多视频里 重复的说到过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动态模糊效果 当你决定某个帧率拍摄视频之后 你的快门速度需要设定为 帧率的两倍分之一 比如说我们拍摄电影常用的24帧 这个时候你的快门速度就要设定为 48分之一 如果你的设备上没有48分之一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50分之一 如果你用60帧拍摄相对的 那么你的快门速度就是120分之一 好的那么在了解了动态模糊之后 我们回到ND滤镜这个话题上来 为什么要使用ND滤镜 因为当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式设定好你的手动曝光的参数之后 如果你是在户外拍摄 你会发现你的画面是过曝的 因为快门速度降低了 那相机的进光量相应的就会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ND滤镜 你可以理解为给你的镜头戴上了一个太阳眼镜 而从而得到一个明暗适中又带有动态模糊效果的画面 那怎么去选择ND滤镜呢 品牌方面在使用了很多厂商的ND滤镜之后 我会推荐你使用这个 卡色光学的这个ND滤镜 初学者我会建议你购买两款 一款是ND2-5 还有一款是ND6-9 这种可旋转调节的ND滤镜 这会让你节约很多钱 而且转接环和滤镜是这种磁吸的方式 安装携带上会方便许多 那么很多朋友也会产生一些疑问 既然ND2-5或者是6-9就能够满足很多场景的使用 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需要比如说有ND1000的这种存在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卡色光学的ND3-1000 这种特别黑的滤镜 我们来看一组照片 那这些照片都是 长曝光的照片 这个时候ND2-5或者是6-9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因为快门速度不再是帧率的两倍分之一了 那是需要更长 对于这种长曝光的照片 快门打开的时间会更久 那么进光量会更大 那么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滤镜 你的最终的成像效果就算是暗光环境依旧会过报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用到这种更黑的滤镜来达到这种长曝光的效果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延时摄影 夜晚在高速路边 那延时摄影有别于视频 那因为延时摄影是我们运用多张照片在后期合成之后的结果 那么要拍出这种带有光轨效果的延时摄影 每张照片我们都需要做长曝光的处理 那我比如说我设定的这个快门速度是6秒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是使用ND2-5或者是6-9 快门打开6秒钟的时间你的画面会非常的亮 但是当你换上ND3-1000之后 那你的曝光和最终的成像效果才会是你所希望的那样 而这全部的内容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字或者是例子作为公式给到你 你都需要在拍摄前不断的尝试 比如视频调整好手动曝光参数之后 ND滤镜用多少看起来画面才会合适 或者是晚上的延时摄影 换不同的滤镜拍摄单张照片 来看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效果 那你觉得满意之后再正式的拍 另外我也尝试了两款卡瑟光学的比较特殊的滤镜 这两款 那比如说你看好莱坞的科幻电影 光影效果会出现这种拉丝的效果 那当然真正的大片他们使用的是Anamorphic Lens 就是电影变形镜头 那价格非常昂贵 还有后期需要你手动调整画面的畸变 但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拍出这样的画面呢 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卡瑟光学的拉丝滤镜 套上之后直接拍出来光源的位置 就会出现这种拉丝的效果了 那另外的话比如说你想拍出这种星芒的效果 你可以买这种 叫做短线星芒滤镜来达到 那综上所述 就是关于ND滤镜的一些使用技巧 那么希望你能够多多尝试 从而能得到一套自己的ND滤镜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